我们是主委 喂好 主委你好 主委你有看经典赛吧 有 我想我们对于经典赛 对于我们的棒球选手 他们拼全力在打球 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但是我们过去职棒球迷会越来越少 就是因为打假球 打假球的风波 伤透了所有球迷的心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广播电视 媒体垄断与多元防治法 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反媒体垄断专法 其实就是打假球 会伤透了所有关心 媒体多元发展的这些社会大众的心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媒体垄断 反媒体垄断专法的这样的一个红线标准 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 他其实很多重 那刚才也感谢不少委员都提出其中的议题了 第一个呢 其实在单一媒体里面就有很多的限制 在卫星频道部分 第一个有数量上限 第二个有加总之后的收视率上限 这是单一媒体的卫星频道部分 那在广播的部分呢 第一个有广播电台种类 有一些涵盖 如果电波涵盖率到0.75的人口的话 根本禁止他的任何整合 那NCC用收视率来作为一个标准 这就是打假球 这就是实质的放水 我们收视率 以全国两千三百万人来作为一个分母的计算 我跟广必领委员啊 一接到这个潮案就立刻去计算 刚才广委员也简略的说明了 我们全国有线电视的新闻台啊 他全部加总的收视率啊 才2.2 那NCC要求5啊 5%啊 这不是放水 这不是打假球吗 另外啊 我们的这个平日 台湾所有的频道 他所有的收视率啊 高峰时刻的加总啊 也大概是30%左右啊 然后我们现在系统台 卫星电视的收视率 NCC的标准是20% 然后新闻台是15% 这就跟公投一样嘛 这不是打假球吗 这不是恶作剧吗 绝对不是 那我主委 华媒体垄断呢 应该是以市占率来作为一个标准 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 市占率才是以实际收视的人数为分母嘛 才能测出实际的影响力嘛 然后你是来用这样的一个收视率 媒体影响力 是用全国2300万人来做一个分母的计算啊 这个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这是真正计算 不过主委 知道我们这个潮案里面啊 也都没有处理到民间啊 反媒体垄断运动的一些相关的主要问题啊 就是例如系统业者能以频道啊 上架干涉节目内容 NCC的法案啊 有没有处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 另外一个买方的一个资金来源的问题啊 也是社会所关切的 这也关系到媒体是否能够多元自主的 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 那我们在下次的这样一个专案报告里面啊 我们今天是热身赛而已啊 我们先点一下 下次啊 感谢委员 对方球运动人啊 下次啊大家就位啊 好 主委我现在请教你啊 就是说 不敢 我们这个4G啊 大概是102年 就是今年啊 年底应该可以四照完成 应该可以顺利完成 那我现在请教你啊 4G跟2G的频段啊 这个重叠的部分啊 有拿哪几个 简单说明一下 最主要在900跟1800MHz的这两个 900MHz跟1800MHz 好 这个重叠的部分啊 2G的 他们的牌照可以使用到几年 106年 106年 好 106年 那这个重叠的部分要怎么样 如果是同一家标的的话 它可以就内部的频率使用最有效率的情况 它可以内部做 如果不同家呢 那如果不同家的话 它就会涉及说 在106年以前开台的时候 能不能商请既有业者结束营业 提早移评 能不能商请既有业者结束营业 我是2G的业者 你要商请我 那我不肯 那我们的消费者怎么办 这消费者很多呢 主委 2G的用户有多少 585万户呢 谢谢 中华电信350万户 台阁带119万户 远船116万户 585万户的使用者 然后他们现在也不知道 我的手机 2G的牌照可以用到106年 但是年底试照的话 这个频段又重叠 消费者的权益在哪里啊 跟委员报告 那我这一次到巴塞隆纳去看电信展 去看足球是吧 不是是电信展 也跟委员报告 巴塞隆纳的地主队是输的 那如果说到这个新的电信服务呢 那就是有看足球啊 我没有看 我没有看 是与会的印尼电信部部长告诉我的 我并没有看 他告诉我结果的 那我们所得到的新的讯息是这样子 LTA的新的系统设备 它最大的特色在于 抑制网路的整合 而且呢 2G的语音系统 它其实可以跟LTA俗称的4G的高速的基地台 是可以整合搭配服务的 现在新的呢 叫做SDN用软件驱动整合路的服务 我让你说明了时间很久 我现在要讲问题的重点 是 现在NCC啊 同意2G将近600万户的这样的一个用户啊 宜品 那作业时间不到一年了 那现在NCC也应该是在交通部有协商嘛 要清出2G的频谱啊 以便4G的试照 及网路建设 但是啊 主委 宜品是一个大工程 你要调整基地台的这样的一个频率 相关的设备也可能要太旧换新 那到时会不会面临断讯 600万户2G的用户可能面临断讯 那跟文报告这个不让用户的服务中断这是我们的呃 努力的目标 那你们现在这种仪品可能会造成2G用户的不方便 也可能断讯 但是呢 NCC有负责任吗 你们认为这是业者的责任还是你们的责任 是你们的责任还是业者的责任 用户的服务不中断 这就是呃 业者跟监理机关一定要达成的 那也跟文说明 呃刚已经提到了 现在去调教基地台的频率 并不需要逐占人工去调度 现在很多都可以在软体远端就可以调教 其他问题就是 你2G跟4G是不同厂商的话 问题很大啦 主委一定要站在消费者的一个立场 这立场一定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考虑 让2G的民众用户啊 届时可以申诉保障民众的权益 全所说的就是最重要的事项 主委那我请教 我上次呃 有要求啊 NCC成立 像这种金融啊 消费平益中心 那我要求啊 我们的这个NCC啊 也成立电信消费平益中心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 啊我们的这个 2011年啊 所有的消费者争议里面啊 啊案件最多的 是我们的电信通讯的消费争议 恭喜你啊 2012年啊 此类的争议啊 又残年第一名啊 2012年高达3800件以上 这个行政院消保署啊 也表示2011年 2012年啊 这个消费争议最多的案件啊 就是电信消费争议啊 那目前这个 我要求的电信消费平益中心 处理的状况简单说明一下 啊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设立 通信服务的 消费纠纷的处理中心了 我们确定要设立了 什么时候设立 那感谢委员一再的督促 那具体的规划情形 我们请夜管序同仁 下个人报告 具体的规划 这个 跟我报告哈 第一个就是那个电话线 从原来的一线真伪三线 那人员呢 现在在training 那等他都可以 人员要多少人 一线真伪三线 一定至少要四个人 因为三个人一定是接电话 这种消费的争议 一年有三千八百件 你们才 不是 第一线人员接电话要三个人 然后后面还有在处理的 要说明清楚 第二线还有在处理的 现在主委 我们现在又有面临了 很多新的消费的争议啊 是 就是说这种 因为啊 这种绑约的资费 因为这些电信公司啊 在这种竞争这样一个消费者啊 客户的过程里面啊 其实啊 他们这种绑约的资费啊 来优惠来抢客啊 但是对绑约借满的用户啊 却不善尽告知的责任啊 就好像说 这种绑约 你可以使用免费的WiFi 但是啊 到时候 约满的时候 他也不主动通知你 然后你WiFi继续使用的话 那种超额的费用啊 是高得吓人啊 但是啊 一旦跟电信公司来争议的时候 电信公司说 我有上网公告 这种服务变更了 上网公告 主委 以后要求电信公司啊 要简讯通知 可不可以 会 就有关于刚才 委员所垂群的 这个 绑约的用户啊 借期可不可以 这个终止啊 这一点呢 已经要求在 到期一个月前 一定要简讯通知 不可以担忧上网公告 那关于委员刚才还说的 其实更全面的照顾到 消费者权益的部分 我们都会逐点去落实 因为刚才所涉及的 包含服务器的部分 我们要逐条去检视 务必要落实消费者的保护 主委 另外一个议题啊 就是说数位化之后啊 无线台已经从五台 变成二十台了 是 那目前 有线电视的数位化呢 现在是十八%左右 是不是 不 我们已经进一步推到 二十一点零三了 二十一点零 十八%提升到 二十一点零三 那本来NCC在之前号称说 明年啊 二零一四年 要让有线电视全面数位化 又是一个二座剧的 绝对不是 那这其实是在 行政院所离定的 你现在二十一点多 然后明年说要全面百分之百 全面数位化 这不是二座剧吗 这也是吃豆腐呢 其实从去年八月到十二月呢 我们就增加了百分之六 主委 现在五台变成二十台 但是重播率 还是很高啊 我们看 我们民众啊 对于这样的一个 重播率的不满意度啊 有六十一点九啊 这是台湾数位 汇流发展协会的 最新的调查 都一直重播啊 我们呢 有五台变成二十台 我们空有硬体建设 但是没有内容啊 你看看 后宫甄嬛传 重播到第几次了 不同的频道都有重播 已经重播到第六次了 打趴国内的节目啊 还是得到很高的收视率啊 但是呢 我们NCC有关心到民众的消费权益吗 你一直 一直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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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你有新的台出来 五台变成二十台 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产业的 聚落 产业的行程 主委有什么 特别 有没有 对于提升 电视的服务内容 NCC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还是说 对啊 五台变成二十台啊 我NCC 工作完成啊 收工回家 然后 让大家一直看重播的节目啊 厚宫甄嬛传 可以啊 重播六次 那唐伯虎点秋香 可以重播八百次 没有这么多次 有这么多次啊 你 你不晓得啦 应该是把那个 某位演员所演的电影都加起来的话 那次数会比较可观 那 那我现在问你说这种 呃 提升节目内容啊 让节目更多的话 NCC 有什么 政策 或是 我们要跟相关的部会 因为执掌不同啊 像刚才文所提到 有很多是文化部的执掌 我们要跟文化部积极的寻求合作 积极的寻求 多久 我们产业环节连结 多久 其实在文化部成立之初 我们就跟他开始谈了 我这样就问这么简单 你在一个月内 会有具体的结果吗 我们很希望有具体的结果 那你刚才还说积极 不在本会执掌范围之内 我们要积极去跟其他部会协商 主委 要重视啊 不管是电信消费的争议 或者是无线电视 或者是有线电视啊 要站在民众 消费权益的立场把关啊 是 这是正确的方向 不要再打假球了 不会 绝对不会